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你能不能想像一個世界就是網紅用了filter 然後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結果這種事情竟然可以被處罰 什麼處罰 就是被罰錢 甚至是被抓去管 你覺得這樣是公平的嗎 是有可能的嗎 今天這個可能要成真的 至少在挪威這個地方是的 所以他們有想要擬定通過一個法律就是說 剛講的 要是你用了filter 改變自己的容貌 或者是身形的話 你可能被罰錢 或者就是imprisonment 就被抓去管 有沒有這麼慘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 而且如果這個是apply到一個 on a greater scale 到很多人的話 那這個世界真的會打亂 還好目前他講的主要是 接廣告的那些人 OK 所以你接了一個代言化妝品 化完之後拍一個照片 耶 你看這化妝品 可以替我們容貌這麼加分 結果呢 放屁 因為你全部都是濾鏡弄出來的 OK 全部是filter弄出來的 所以這樣被罰好像是不是蠻應該的 我覺得是耶 因為你根本就是在欺騙觀眾 這是錯誤的這個 false advertisement 我們叫做 就是一個很misleading的 很誤導的一個廣告 不實廣告 好 所以標題這裡說 Instagram law 當然這不是Instagram的法律啦 而是他標題講的簡單一點點 是挪威要立法來去規範去regulate Instagram So Instagram law or jail influencer influencer你知道就有影響的人 有時候我們也講成叫做KOL 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關鍵的意見領袖 好 所以總之網紅 來 為什麼呢 我secretly editingappearance 就秘密的去 edit這個字就是有修改的意思 所以appearance是外貌 這沒什麼 我們馬上就來講一下 edit這個字的一些補充好了 所以我這邊整理出了一些 等一下你也會看到altered這個字 OK 所以這幾個都有這個修改的意思 那它的分別大概主要在哪裡呢 文件上的修改 我們多半用可能是edit 或者用amend 或者用revise 這三個比較常見於文字上 那photo可不可以 我覺得如果edit用photo照片或之類的 沒問題 圖像上的用edit也可以 因為我們知道photoshop就是一個photo editor OK 所以edit這個字往往其實還是文字的 像例如說 剛剛講到editor這個字 報社裡面的雜誌裡面的編輯也就叫做editor 總編輯叫做editor in chief 所以不是chief editor 像chief這個字有時候它會呈現在一些不同的結構裡面 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像如果單純一個chief 就有類似酋長的意思 那如果今天是警察總長 我們叫他chief of police 可是剛剛講的總編輯卻不叫做chief editor 他就是editor in chief 那你可能問我為什麼 我他媽哪知道啊 OK 這就固定的用法 我從來沒有質疑過他 這種就是你應該把它吞下去的英文 你說那背後是不是一定有些什麼典故之類的 我說yeah probably 那你有興趣的自己去找 OK 那我只是告訴你 我教你的是英文 你要找那些ethymonology的背景的話 Be my guest OK 我自己是不會去鑽研這樣子的東西的 我沒有說這樣不好 OK 沒有這樣沒有不好 只是我自己本身 沒有那麼樣追根究底的精神 好anyway 所以editor這個字叫OK 那amend剛剛講到也是文字上的 所以這樣的文字上用在什麼地方 常常是法律其實 所以那個美國的憲法的修憲案 我們就叫做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我常常在托福克講這個東西說真的 因為這種這個第幾個amendment 第幾個amendment 這個在美國的 美國人嘴巴裡真的很常常講出來 first amendment second amendment 所以他甚至把constitution這個字都丟掉了 不用講 你只要講說第一amendment 第二amendment amendment to what constitution 所以amendment就是修改這樣子 所以憲法修憲 那還有revised這個字也是文字上也可以的 所以你給我一些 那不是 我如果幫你改作文的話 這個大概不叫revised 你自己改才叫做revised大概是 然後我講的這個字我都忍不住想到一些這個 不同地區的人們對這個字的發音 我都可以想像香港人都會 大概都會把他講成revised 因為他們v的發音有的時候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不是說要取笑 只是說這是我觀察到的一個事實 像好比說一個男生名字叫做文森有沒有 Vincent 那很多的我可能香港的一些朋友都會把它唸成Vincent 可是應該是Vincent 就是V這個音似乎 對某些地區的人來說是不太好發的一個音 稍微提一下下 那然後講到另外幾個字 alter這個字會用在哪裡呢 我等一下會看到也可以用在image上面 所以alter image這沒問題 那還有的一個部分就是你的衣服改長改短啊或之類的 我們大概也會用alter這個字 OK 那能不能用modify modify一個衣服會覺得可能就是 這邊加個什麼墊尖啊 或者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朵花啊或者皺摺啊什麼之類的 我會覺得那個叫做modify 比較不叫做alter 當然這是我個人對這個字的看法跟理解啦 你如果說我說的不對我覺得那也是OK的 We can talk about it 那可是modify會用在一些其他地方包括有什麼呢 例如說你改車 加個擾流板啊 車體放低之類的 These are all mods OK 還有像是以前的遊戲機改改可以玩盜版片 那那個也叫做mod 所以modify動詞 modification是它的名詞 modify modification 可是modification你把它簡單講成mod也是可以的 那最後呢就是change這個字了 那change的話就能夠蓋掉全部前面的 前面的通通都有change的意思 那change就是一個很umbrella的一個字的感覺 所以它最籠統 但有時候用起來最好用 所以像歐巴馬的那個競選口號 yes we can can what we can change OK 好 那下面兩個這個像retouch跟doctor也是齁 等一下會看到retouch這個字 所以有時候photo會需要一些touch up 什麼意思啊就是你想像一下一個畫家 畫畫畫畫畫畫 喔這個鼻子不太漂亮 來沾點墨水沾點顏料摸摸一下之類的 所以這樣就叫做touch up 所以retouching a photo 要修改照片 那doctor能不能用在修改照片 真的還可以呢 你想說doctor不是醫生嗎 可是真的 甚至可能出現在多益或者是 學測指考的考題裡面 我好像真的有看過 忘記是不是模擬題了 所以這個修改過的照片叫做doctored photo 所以doctor會變成被動的 就被改過的照片 真的喔這個要注意喔 這個的確在生活中是還蠻常看到的喔 不能說是不會看到喔 好講了半天好像沒有開始念這個文章齁 有點對不起大家 來我們讀一些文字好了 因為為什麼我真的覺得這一篇 不是很難懂說真的 所以我們讀幾個段落來試試看 So Instagram influencers who don't clearly state if they've edited photos which are advertisements could be fined or imprisoned in Norway due to a new law 所以講這個句子我就會覺得很酷的地方是它的主詞是Instagram influencers 那動詞在哪裡啊 動詞就是could be fined or imprisoned 所以這些influencers可以被有可能會被罰錢或者是被拘禁 那中間這次他打算在幹什麼 所以這些influencers他沒有講清楚是否照片有改過 而這個照片還是廣告主的照片 所以你看中間含了這麼多的囉嗦內容 全部都用形容詞詞句把它處理完 So influencers who don't clearly state 所以他們沒有清楚的表情 不要打說State statement State這個動詞跟名詞 State什麼東西啊 就是是否他的照片有更改過 If they have edited photos 什麼photo Photos which are advertisements 所以是廣告的這些photo 所以這樣子的人可能就會被罰 所以第一段就是一個他用一整個句子 比較長的一個句子來處理掉很多的概念 OK 所以這個law也會應用在其他的一些社交媒體的平台 所以平台是社交媒體平台 Apply就是應用 所以這個法律也會應用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的廣告 Facebook、TikTok這些的 OK 然後我想我們再多看一些詞 像這邊可以 像你看這裡有Alter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新的法律 所以他就會強調說一個Statement 一個New Label 就必須要被加在一個Advertisement Posts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設計出了一個新的標籤 你知道現在有的標籤是藍色勾勾之類有沒有 在一些那個社交媒體上 所以藍色勾勾就表示你是本尊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他們要設計出一個新的Label 那這個Label就要被加在你的廣告上 所以你要就知道 喔我用過filter喔 這樣子 所以一個New Label 必須要被加到Advertisement Posts That have been altered Or that have altered excuse me 所以他有更改過 人家的體態啦 Shape 啦 Size 或者Skin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我特別想講的一個 可能有包括像是 呃這裡有一個叫做Augmented Reality 我先把它找出來好了 Yeah cool在這裡 所以什麼叫做Augmented Reality Filter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filter是什麼概念 就一個濾鏡 那你也應該看過什麼兔耳朵啦 或者是把你變成一個柴神啊 或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在你的現實的實境背景上 多加了一些本來不存在的東西 filter只是把你的臉做一些增強 enhancement 但是憑空生出一些不同 一些沒有存在的東西出來 這個就叫做Augmented Reality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好像講過這個字 講到那個2027年來的人的時候 所以我把這句讀給你聽 the app does display a label at the top of the screen if someone has posted a story using an augmented reality filter 所以這個app會顯示出一個 label出來 那這個label 就剛剛講的這個一個標籤 那個label出來 如果有人曾經用了一個 在這個post 在一個故事裡用了一個 augmented reality filter的話 所以它會獻出這個label 好所以總之啊 就很想要用label來畫清楚 什麼是用過filter 沒有用過filter的不同的這個就是了 那再讀一句好了 it has also banned effects that directly promote cosmetic surgery procedures 所以它 cosmetic surgery procedure 其實也就是我們講plastic surgery 所以cosmetic這個詞就是化妝品 其實好 Alright 我想講到這裡其實差不多了 因為我終於講了這個補充的單字還蠻多的說真的 所以他們想要去炒紅一個新的filter 不是filter 對不起 一個新的hashtag 那這個hashtag就叫做filterdrop 也就是說大家不要用filter了 ok 你說我會不會用filter well yes I do of course I'm old I have all kinds of wrinkles on my face 順便講一下wrinkle ok 有了各種皺紋啊或之類的 so I have filters to remove them is it am I ashamed to admit it I guess I'm not everybody uses them right 好啦不要講我了 ok 好所以講到這裡大概也夠了 我們今天這一篇或許短短的 但我想總之能夠幫助到你的英文就好了 我想這裡面最重要的可能是 你把doctor這個字稍微記一下 因為它大概是一個最特殊的用法 前面這幾個說明你都看過了 因為我的確記得我以前好像在別的集裡面有講過這些字其實 好啦真的我覺得我們到這邊可以來收尾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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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